刚刚离婚的女人搬进了一幢凶宅 吃瓜的她绝对想不到屋子里并不是她一个人 而一个神秘电话的到来将她卷入了一场万劫不复的漩涡之中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恐怖片超时空来电 女主搬进这幢历史悠久的公寓的头一天 就遇到了热心的邻居大老王 大老王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对每一个住户都非常的了解 晚上女主正在看电视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女人名叫罗斯说要找一个名叫狗蛋的男人 女主说自己刚搬进来根本不认识什么狗蛋旅分蛋 女主虽然好不容易离了婚 但她那位家暴狂的前夫显然不肯轻易放过她 曾叫嚣着说自己得不到别人也不想得到 搞得她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转过天罗斯再次打来了电话还是找狗蛋 女主再次向对方说了自己刚刚搬进来 但罗斯非常肯定的说 昨天晚上她还看到狗蛋站在窗前呢 女主晚上上夜校的时候 因为走错了教室而认识了当老师的男主 男主对漂亮的女主一见倾心 当时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女主放学刚回到家便再次接到了罗斯的电话 原来狗蛋是罗斯的男朋友 罗斯以为狗蛋背叛了自己跟女主好上了 罗斯似乎深爱着狗蛋 但狗蛋对她却漫不经心 虽然这件事跟女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听到罗斯在电话里哭哭啼啼 女主也只好耐着性子跟对方聊了起来 可聊着聊着女主觉得有些不对劲的 罗斯说狗蛋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没几天就想着求婚了 女主一听就蒙圈了 说越南战争那可是几十年前的事 第二天罗斯给女主打来电话 罗斯好像意识到她和女主不在一个时空了 说她那边今天是1979年的9月4号 她会在储藏室的墙上画一幅画 来证明她此刻就在女主的公寓里 晚上女主来到储藏室 撕开墙子一看墙上果然画着一朵玫瑰花 天亮之后罗斯又打来了电话 说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但女主依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晚上女主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老照片 照片拍自于1977年 上面是一男一女 这二位其实就是罗斯和狗蛋 罗斯再次打来电话 说自己很孤独 希望能跟女主聊聊天 罗斯在电话里向女主大道哭水 说狗蛋经常背着她寻花问流招貌到狗 而且还有家暴的倾向 这一点跟女主的遭遇倒是很像 他进不住想起了前夫的种种恶行 认为当初还不如把前夫给干掉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斯之后 罗斯认为太有道理了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经常出回的狗蛋给杀了 罗斯杀了狗蛋之后 当时就在储藏时垒了一道墙 把狗蛋尸体藏在了里边 由于罗斯在女主的影响下改变了历史 因此当女主去储藏室的时候 吃惊的发现多了一堵墙 不过此时的她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罗斯打电话给女主 说自己已经把狗蛋给杀了 并且已经搬进了狗蛋所住的这套公寓 也就是女主现在住的这套房 女主一听可吓得不轻啊 希望罗斯再也别给她打电话 为了防止罗斯再骚扰自己 女主直接把电话线给拔了 然后把储藏室死死的封住 女主晚上放学之后 正准备开车回家呢 突然发现她的前夫居然坐在车里 女主尖叫一声 跑回教室找男主求救 男主带着女主来到车旁 女主的前夫已经不见了 通过这件事 女主和男主的感情迅速升温 两人来到男主父母开的小餐馆 天南海北的聊了很多有的没的 女主披着男主的外套回到家 突然发现她前夫居然在屋里 两人正在纠缠的时候 刚好男主过来拿自己的外套 这才算把女主的前夫给捡走了 由于家里的手机信号不好 女主只好把电话线重新给插上了 第二天女主回到家 看到男主正在跟大老王闲聊天了 男主的热烈追求 让女主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女主进屋之后就接到了罗斯的电话 本来女主不想搭理罗斯 可罗斯的口气非常的强硬 说自己在教堂外面 见到了小时候的女主和他老妈 如果女主不想让小时候的 自己和他老妈出事 那就必须及时接听她电话 女主取出相册看小时候的照片 吃惊的发现在他们娘俩的身边 总有一个女人的身影 女主向邻居大老王打听情况 果不其然 在1979年的时候 狗蛋的确是住在女主的这套房子里 后来罗斯也搬了进来 突然有那么一天 狗蛋神奇般的消失了 而罗斯在不久之后也伤掉自杀了 既然罗斯已经自杀 那么又为什么能跟女主通电话呢 搞不清状况的女主只好去找男主请教 男主经过缜密的分析得出一套理论 在1979年 原本狗蛋应该离家出走 罗斯因为被抛弃而伤到自杀 但就在这个节点上 事情发生了改变 罗斯不等狗蛋离家出走 便将其干掉 然后弃了那堵墙藏尸于墙内 而罗斯也并没有自杀 分析完之后 两人来到游乐园沟通感情 一位老大妈的身影 在不远处死死的盯着他们俩 第二天罗斯再次给女主打来了电话 这次女主没有害怕罗斯的威胁 谎称年老的罗斯 目前正住在精神病院 生活的非常凄惨 罗斯一听可气坏的 认为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造谣 转过天 罗斯再次给女主打来了电话 这次是男主接的 男主说话很不客气 让罗斯离女主远一点 罗斯说自己已经查出了造谣者 并且已经采取了行动 女主一听 急忙去找邻居大老王 但当他敲开大老王家的门的时候 发现屋里住的是另一家人 原来罗斯认为是大老王造谣自己在精神病院 所以在1979年便把大老王给杀了 由于罗斯改变了历史 因此大老王也就不存在了 更神奇的是 之前见过大老王的男主 也对大老王没有任何的印象 由于担心女主的安全 男主把女主领到了自己家 当晚两人便发生了无聊透顶之事 女主听从了男主的建议 准备从公寓里搬走 两人约好了下午在公园见面 可女主左等右等也没见到男主 于是便来到男主父母的餐馆打听情况 这一打听不要紧 可把女主给吓坏了 原来罗斯为了报复女主 在1979年就把小时候的男主给干掉 女主回到家 砸开了储藏式的内堵墙 里面赫然摆着三具尸体 分别是罗斯的男友狗蛋 大老王和小时候的男主 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女主 再次接到了罗斯的电话 女主在电话里把冷血的罗斯 骂了个狗血奔走 但是他可没想到 罗斯这次放出了大招啊 居然把小时候的女主给绑架 女主一看自己的小命 在对方的手里攥着 无奈之下只好向罗斯道歉 但罗斯并没有心思出软 居然用滚烫的油 泼在了小时候的女主的身上 1979年的罗斯那边一有动作 这边的女主身上马上就有了反应 为了干掉罗斯 女主查阅了1979年的新闻 发现在某家保龄球馆发生了一期火灾 当时在场的人无意生怀 女主谎称自己在保龄球馆过生日 让罗斯在发生火灾的那天赶过去 不过遗憾的是 由于罗斯错过了公交车 因此幸运的躲过了一街 女主的阴谋败露了之后 罗斯准备发起反击了 几十年过去了 已经变成老大妈的罗斯 拿着大砍刀闯进的女主家 准备干掉这个疑险的女人 虽然已经七八十岁了 但罗斯老大妈的战斗力那是杠杠的 很快又突破了女主的防线 这时候女主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条妙计 她通过电话 指挥小时候的自己把罗斯给干掉了 那边的罗斯一死 这边的罗斯老大妈也随着消失 忙活完的女主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她的前夫不停自来了 商举就给了女主一大嘴巴 刚刚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女主 这次选择了反击 她犹如罗斯灵魂附体 当场就把前夫给干掉了 并藏食于那堵墙的后边 本来想往好让改 结果可能丢了命